大家好,我是瘦猴 10万元在农村买个小院 计划用5万元来改造 显然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了 给大家算一下 现在已经改造了两个月了 这个小院我总共花费了多少钱 花费最多的就是新建的厨房 厨房是我自己在我们村里面找工人建的 5个工人建了大概几天 总共工钱就花费了3000元 整个小院改造的现在 在目前为止是花费了16000多 大的小的明细我都给列下来了 还有就是这间厨房像东西做的对窗 这种窗檐都是没有付钱的 还暂时 三个窗户具体的门还没有安装 这些还都是没有付钱的 虽然已经花费了1万多 但是在我整个改造小院的过程中 都是采用非常省钱的方式 还有就是目前我的房间里面 还是一个空壳子什么都没有 包括这边的比如说房顶 现在还都没有弄 一个大的观景窗 两个窗户在室内的一个效果 非常喜欢很通透进光 然后整个一进客厅就是一个大的空间 然后顶部呢 我准备也是不吊顶不吊平 而贴那种桑拿板 也是贴这种有无眼无风的这种桑拿板 门朝南 前面两个大的窗户 本来也是想做落地窗的 但是也是听了往远的记忆啊 在农村还是最好不要做落地窗了 怕有各种窗或者怎么样往上爬 这边就是卧室 卧室这边也是一个门 架一个大的窗户 还有就是在 本来想的是在里面做一个洗浴 但是空间太小了 所以又开了一个门 准备在外面去建一间洗浴 有马桶洗浴 一个洗手盆 专控卧室的 然后这边到时候再看一个窗户 后面就是我家的庄稼地 其实关于房屋的室内设计 室内的家具布局 我都已经设计好了 然后也是很多网友给我的意见 加上我自己在网上看了大量的一个视频 关于房屋的空间设计呢 我还有一个大的那想法 就是这个位置 看一下 现在是已经是一个窗户了 但是我想还是想把它改造一个门 在这个位置呢 搭造一个阳光房 这样的话 在冬天也可以去种叶花 种很多的一个草 然后在阳光房里面呢 可以弄一个喝茶的 休息的一个桌子 直通过是里面搭一个阳光房 不过在网上了解一下 一个阳光房的价格 少则也要上万去打底了 所以在这里也是正在纠结中 要不要去弄一个阳光房 整个我小院的一个房间 现在就是这边是一个厨房 那边是卫生间 然后这个门前一棵很大的炼树 这里呢是卧室 然后三间主客厅房 然后这边呢是朝东的 要不要在这里去开城门 然后在这里搭个阳光房 也是早上一醒来 就是面朝阳光的一个状态 这边白色的帐篷 是之前看小院搭的临时住的 后面会给它移一个地方 然后下面弄上桑拿板那种 放在上面一点 还有这个绿色的帐篷 这边还有那么多的一个水泥 然后大概二十多袋 所以说整个花销呢 可以再减去一些费用 毕竟没有使用完 门口之前建厨房 还剩下那么多的一个砖 不过也是一小部分 只剩一小部分 看一下这边 在小院的西侧 昨天还全都是杂草 各种杂草 还有不平的地方 今天一直在拉土 把这边又给垫平了 后面准备在这边去种菜 弄一个小放格 一个小放格 在核桃树的这一侧 刚给弄平 这两天一直在弄这一片 这里我种了两棵桂花树 先暂时在这养着 桂花的话还是很香的 后期再移栽啊 还有这边 直接准备了两棵葡萄树的老桩 下面也是带泥土的那种 不过不知道现在这个季节 能不能种的活 两棵可以看一下 也是很粗的葡萄树 在网上买了一个仙人掌老桩 看的教程是就用土埋在上面 不浇水 不过现在上面已经干成这样了 还是不敢浇水 就是太阳一直晒着就让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给点意见 还有就是之前 在这边我种了几十种花的一个种子 有很多种花都已经发芽了 我已经慢慢的移栽 把一些花都拿出去移栽 之前一个小花园 在这边我又做了一个小花园 把发芽的种子都移在到这边了 现在目前已经发芽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也有十一种花都已经发芽了 给它移在到大盆里 期待后面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种子发芽 我都给放到这边 从这个位置一直到大门口 喝到这一侧全部垫平 垫了有七八车的土 后面就在这一道全部用来种菜 把地下的土刚填平都给踩实了 切胶 在南面这两片种的都是花 准备给刚开花的那一片地种的蔬菜 然后水果 这是我一个柜子 在网上买了很多的一个种子 南瓜 香丝瓜 草莓 还有萝卜 秋葵 小西瓜 用这个插地盘都给弄一下 拿一个工具 再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这个 我爸做的水泥花盆 你看外面弄的挺整齐 很厚实的 底部还在动 后面准备用一些涂料给它外面刷一下 用来种花 一下弄了十几个 一袋水泥大概是15块钱 再加一点沙子 那么多大概用了一袋水泥 做了有十几个 沙子的话总共成本就20多块钱 很大的一个花盆 而且很厚实 后面准备把花弄的花种在这里面 也是很好看的 后面刷上颜色 看到小猫来我花园里面了 就感觉有问题 哎呀呀呀 你干啥呢 把我的小储菊都给趴在这儿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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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出去 站好 咪 咪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咪咪 刚刚发现一只小猫 坐在这里居然不敢上去吃 我一走近它 它还跑 很怕人 我回头数了一下 我的小白猫居然都在 一个两个 四只小白猫 一只小花猫 我小院里所有的猫都是可以摸的 都不怕人 随便掳 看这只外来的小猫要上去了 开始蹭点吃的 扒在这里蹭 我都不敢动 稍微一过去它就跑 小怪这小猫也不排斥的 吃一狗它就撤 外面的小猫很警惕啊 咱们在这一只小猫 再来一只大猫 这小猫也不敢动 我都不敢动 我会感谢你 这小猫也不敢动 我不是很教你 我不是很教你 还有一只小猫 你只能看你 我不是很教你 我可以动